夏威貓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考題的複習 考題的作用裡面我還是要簡單來說明一下 那其實很多朋友裡面 其實平常也沒時間看 看了有時候也會忘記 對不對 對 這正常 實際上年紀都是這種感覺 那所以沒關係 其實我經常做個比喻 這比喻就是說 你要釣魚 那釣魚裡面 如果從現在只有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好了 對不對 其實要再教你說 怎麼釣魚 對不對 那個浮標怎麼看 怎麼看 那其實那太慢了 對不對 那交到好就考試了 對 交到好就考試 那所以其實有一種釣魚的方法 是用搓的 對不對 搓 對不對 就拿魚要在那邊搓 那其實這也是用釣魚的方式 對不對 不擇手段 那我說今天的魚 魚子這邊 那接下來你就拿著那個魚叉好了 對不對 那你那邊搓 對不對 那邊搓 很密集的搓 很密集的搓 那你這個搓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釣到魚 甚至收穫量還不少 對 因為魚都被人嚇死了 這個撈起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考題有時候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針對那容易健忘的大家 容易看的 其實你也不容易看的 其實我覺得當你聽課是最好 聽完課的時候裡面有概念裡面再去看 那接下來如果你都沒有看的話 其實從考題進去 考題進去 那你們看考題跟我看考題有什麼不一樣 我出了考題 跟你今天隨便找考題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都是很有責任性的幫你出那一本考題 其實這本考題你認真的寫應該會寫不好 你寫得好 可能某一種程度是意外 我不是要笑大家 不是說讓這個考題裡面弄得很難 因為我們在命題的過程 其實我們教去快2022幾年了 讓我們知道 我們都可以很精確的控制到學生考試 開心到某種程度 我要讓他難過就難過 讓他可以讓他開心 對 這可以控制的 因為我們考題我舉個例子 第一個 考題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有好幾個轉折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看 第一個 台灣是位在什麼樣的位置 答案假設是板塊接觸位置 這是第一個轉折 這是第一種命題的方式 第二種命題的方式裡面說 請問你 台灣哪一個特色可以反映出 台灣是位在板塊接觸位置 這就有學問了 你要知道台灣是板塊接觸位置 而且你要知道 還會產生下一個影響 這叫兩個轉折 如果我們要讓題目難的話 三個轉折 其實我幾乎每一題 台灣地的每一題 都是看歷屆考慮 我都不然只能不知道 以前我都沒有 歷屆考慮是屬於那裡 我都整理的 我自己整理的 整理的東西 我看到這題出了很多 那我就來考 對不對 考了之後 我也不是都單純考 我會把另外一種考題的方式集合在一起考 所以我一個題目可能會有兩個轉折 三個轉折 你待會看你就知道 每一個轉折的那個點 就是跟你講它就是一個重點 所以你這個考題看下來 你不要說這題我會 對不對 我猜對了 猜對了就沒用 就是說這一題你看出來那個轉折點在哪邊 轉折點可能掀出來一掛東西 我可能考一個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的特色 其實我背後在跟你講說 國家公園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檢討考題 我那時候要花一個多小時時間去講考題 就是我要提出來 這一題你要看到什麼重點 除了這一題你要會之外 而且你要知道這一題背後 它在考什麼東西 這一題背後裡面可能考國家公園 那一個特色 那我會用很快的時間來做複習 複習的東西 我相信跟我們上課當然不一樣 我不會再整理 我只是很快的帶過 很快帶過 你聽起來 那個地方好像聽不大知道 我覺得說實在的 你就先把它記下來 回去找 回去去找講義 回去找資料 回去找資料 因為我們現在搓雨的階段都在解說成的釣魚 對不對 你就是知道哪個方案 這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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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了回去找 缺了回去找 我有很快的方法帶你複習 順便看考題 好 那我們就要少說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裡面請看到台灣地理 我不曉得你的編號 應該是第30幾 我看上妙也要3幾 台灣地理的部分 我看一下 你到底要留著 我看起來 你啊 我也看起來 我看 很多 小頓 你啊 我看起來 太帥 有 很多小頓